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提高人民的互信吗 这也有助于淡化敌意啊 如果政府不能够赶快大刀过斧的 拿掉禁团令 一旦连民间交流的机会都失去了 那两岸不是就只剩下隔阂 只剩下对立 这样难道真的会比较好吗 蔡委员怎么看 主持人袁怡刚才所提的是不同问题 但是相互连结的 第一个问题是 整个夜市的摊商数目大幅下滑 当然中间隔了一个疫情的期间 可是疫情结束这么久了也没有恢复 第二个 就业人员也大幅下降 第三个 现在的营业额也都砍了一半 总结来说就是没有客人 民进党不是说我们机场也客忙吗 一看都是东南亚来的 那一看我们捷运很多人在搭 对不起 都是日本韩国来 他们也不坐游览车 坐游览车实际也没升一座 现在日本也少了 因为日本日币跌得太厉害 出国的也变好少了 成本很高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复国神山 不是 对民进党眼中这个不是复国神山 因为他们从来不讲庶民经济 因为不能讲庶民 为什么 因为那是韩国瑜跟谢龙介他们讲的口号 民进党怎么用他们的口号呢 所以这些人是庶民 那不在民进党照顾的范围里面 要怎么照顾呢 还用讲吧 对不对 开放路客最简单最直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的夜市吃的东西 跟大陆的口味接近 跟东南亚不一样 甚至于跟日本韩国还是有差距 他怎么会想吃你的东西呢 所以这些夜市可能就是要一家一家关掉 这是一个面对一个很艰难的处境 再来旅行业者 旅行业者当然主团他才有收入嘛 怎么可以让你主团呢 你们当时选举又没有投票给我 是不是 你们好像都投给谢龙介 怎么可以让你在主团呢 主团 海外主团现在大概是日本行情比较好 其他地方也都几乎没什么团 那主团去大陆是最理想的 最近 不让你主团 他讲了一大堆 大陆没有开放主团来啊 为什么我要先开放 大陆是要开放平坦到马祖啊 对不对 怎么可以让你开放 好像小老百姓做点生意啊 都还要看你国安会这大观的脸色 尤其现在国安会姓武啊 姓武一定比姓蔡的凶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会考虑吗 是不会考虑的嘛 所以旅行社生意不好 那没办法 刚才辉文讲得很激动 本来想要反驳他 我现在不敢反驳了 因为你的输了多清点啊 对不对 所以活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赖清德当选了 所以国民党不用替这人抱怨嘛 第三个导师比较 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 两岸关系呢 我们要看飞机整天在我们头顶上 飞来飞去吗 因为马英九呢 看那样笨笨的飞机反而不来 赖清德头上有装天线 飞机天天来 军舰呢 越靠越近 动不动演习 赖清德的朋友还跟我讲 你看蔡英文实弹射击 赖清德还没实弹射击呢 进步多少啊 对不对 改善多少 我一听 好像也不无道理啊 真的啊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是曾立文讲的啊 他们快等到了 对啊 你今天又能帮忙 不是嘛 真的啊 真的啊 我有个好朋友是跟他们很熟的 他就跟我讲说 带来你在说什么 你那个英国时 他说英国时 做总统的时候还实弹射击 赖清德对他都不敢实弹射击 为什么 我后面有富国神山 还有富美神山 你听了真的 我不晓得该怎么讲啊 为什么 说你国民党紧张什么 对不对 不紧张不紧张 所以听了真的很厌弃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